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雄狮只是从自己的老婆面前路过 就遭到了老婆无情的骂骂咧咧 雄狮一脸猛逼地注视着自己的老婆 做错事的雄狮此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做错了事 已经娶了两个老婆的雄狮 竟然还不满足地又勾搭了一头母狮 并且还大摇大摆地带回了自己的家里 新来的母狮显然温柔又美丽 温柔又美丽的小三让原配的大房二房 瞬间就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淡定 于是他们就纷纷呲牙咧嘴地 骂起了自己的死鬼老公 此时旁边的池塘里 突然出现了一只想要看热闹的小鸭子 殊不知就在他的不远处 雄狮的大老婆早就埋伏在树桩的后面 随时准备对他发动攻击 就在小鸭子准备游到岸边看热闹的时候 雄狮的大老婆瞬间就对他发动了攻击 经验丰富的雄狮大老婆 一把就把小鸭子给搂在了怀里 然而此时他那厚脸皮的死鬼老公 竟然厚着脸皮就对着他追了过去 雄狮的大老婆急忙逃到了一棵树桩上 而他的死鬼老公依旧不依不着 死死地跟着他不肯离去 雄狮的大老婆急忙躲到了墙角 就准备独享小鸭子 此时他的好姐妹也跑了过来 想跟他分享小鸭子 然而随后赶来的雄狮 让好姐妹不由地就对着雄狮咬咬咧嘴 骂骂咧咧 雄狮被母狮给骂得一脸的猛逼 但他却并没有放过自己原配的想法 依旧死死地堵住了大老婆的去路 雄狮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抢下原配的小鸭子 献给新搞的美娇娘 此时他的美娇娘就温柔地 站在旁边不争也不强 美娇娘的温柔 更加激发了雄狮想要保护他的欲望 此时嘴里还咬着小鸭子的母狮 看着自己的死鬼老公 竟然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公然跟另一头母狮没来眼去 气得他直接就丢掉了小鸭子冲向了熊狮 但当他把熊狮赶到了旁边的时候 他才悲哀地发现 刚刚自己的小鸭子已经重新进入了池塘 急匆匆地逃离了这里